在整个教会历史中 神一直呼召基督徒男女来做宣教士 在广义上所有基督徒皆应视自己为宣教士 因为我们均是蒙照来承担耶稣基督的使命 或者神呼召我们往远方去 但我们也可以留在家里去完成祂指定的任务 让我们思考上转十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 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素罗去作我照他们所作的功 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请你向神提问 GSO你对我有特定的使命吗 请你实践所学的真理 请抽出时间来祈祷和阅读圣经 藉此尋求神为你所安排的特定使命 请向别人宣告你的经验知识 当你对自己特定的任务更加清楚的时候 请与你的牧师分享 并请他和你一起祈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